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拍摄过多部得奖广告影片 杨丽舟导演的作品 多以幽默的试事手法呈现 在最新作品 我们的那时此刻中 以台湾社会经济 这50年来的发展 结合金马奖史 贯穿华语电影 让我们一同聆听 导演20年来的心路历程 各位心灵讲座的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邀请来的 访谈嘉宾是杨丽舟导演 丽舟是应该可以算是 台湾最具知名度 也可能是最具票房吸引力的 纪录片导演 而且丽舟在很年轻的时候 就拿过 学生时代的时候 就拿过这个 瑞士真实影展的首奖 那也拿过金马奖 拿过金钟奖 拿过金岁奖 可以拿的奖 几乎都拿过了 而且他每次拍的电影 聚焦的主题 都变成社会讨论的议题 在社会都引起很大的回响 而且票房都取得很理想的成绩 所以是一个很特别的 一个纪录片导演 好 我想 首先想跟丽舟聊一聊 您拍纪录片到现在为止 多少年了 这个先跟罗大哥谢谢 那我有机会来这边分享 自己做定一些经验 我拍纪录片到现在 今年刚好满20年 其实我记得 我刚刚进入这个行业的时候 那是一个完全看不到 未来的年代 但是我一直还蛮相信一件事情 就是 做什么事情 从来就不是挑一条好走的路走 纪录片跟商业电影 甚至跟偶像剧比起来 那肯定是一条难走的路 但我相信这条难走的路 有更多的机会 更多的可能性的 所以尽管那个时候 大概1996年 我进入到这个领域的时候 对我爸妈而言 这是一个他很难去接受 因为他们 那时候国片又很惨 然后我又从事 又是一个没有明星卡司的纪录片 但是我相信一件事 当你想要去做一件 什么事情的时候 其实全世界都会来帮你忙的 那就这样一路走过来 那一直到这两三年 这三五年来吧 台湾的纪录片环境 包含观众的接受度越来越高 因为尤其在戏院 放映的纪录片电影 其实它包含卖票 它其实售票是跟 其他的商业电影 甚至是好莱坞电影的 票价是一样的 那可是还是有人们 想要进来电影院来看 我觉得是因为 还是有一群在这里的人们 很想要看属于这个土地的故事 那当然好莱坞电影的 声光效果 毕竟会吸引更多年轻人 可是的确有一群观众 并不是因为那些声光效果 而选择进到电影院 他们真的想要去感受 更多更多在 视觉奇幻的效果之外 一个关于人的本质 或者是关于爱的故事 那加上这几年蓬勃发展 我真的不觉得 都是不是我们这一批 稍微年轻一点的创作者 所创造出来的 某种程度上 我都会自己反省自己 我都会觉得 其实我们自己是一个收割者 今天这个时刻 会有这么好的观众 这么好的成绩 是过去这二三十年来 那些纪录片导演前辈们 很努力去在台湾 去挖掘很动人的角落的故事 而这些观众 当时可能是 一个中学生或大学生 二十年后 他们可能成为 社会很重要的中间分子 当他们有能力的时候 他们反而会跳过来 支持我们继续拍纪录片 那么支持你拍二十年纪录片 后面的动力到底是什么 其实说起来有点害羞 但是我真的是这样想 尤其这十年来特别明显 我一直相信 纪录片其实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 我一直相信纪录片 它有两个功能 第一个功能是镜子 它有机会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 那个自己当然包含我自己 当然也包含每一个看电影的人 就是纪录片映照了自己的某种 你很脆弱或你不愿面对的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是 我觉得纪录片有窗户的功能 它其实可以带领我们去见到 这个世界上 不要说国外 包含台湾在内都一样 我们所不理解的一群人的故事 不管是弱势甚至疾病 所以我觉得不管是镜子还是窗户 纪录片的魅力非常的大 而它真的会改变我们 刚刚立州也提到幽默这件事 也让我想起另外一部电影 也是我很喜欢立州的作品 就是被遗忘的时光 那这部片描写的是 失智老人的问题 那失智老人其实在台湾 社会占了相当大的比例 那一般人可能没有遇到的话 没有深刻的感受 但是一遇到的话 其实周围人是非常痛苦的 所以这样子一部社会关怀 而且甚至可以是揪心的痛苦的 这样子的一个片子 到最后也被您拍成了一部 是幽默笑中带来的电影 那您在拍摄的开始 有没有预料到 它也能够拍出一部 让你又哭又笑的电影 的确一开始非常困难 我最早其实这是一个 听主教的一个基金会找了我 那我那时候就在想 好 我来拍这个 跟疾病有关的故事 因为它这个疾病的特色 是失去记忆 是遗忘这件事情 那我对于这样的一种 很困难的路 难走的路 我是充满了兴趣的 那当我真的拿起摄影机去拍 我发现它真的非常困难 因为在这个养护中心里面 会住到养护中心都是中重症 那这些老人家说出来的话语 都是非常破碎跟断裂的 但是它被构成一部影片 是很困难的 因为观众会看不懂 所以本来想说六个月可以拍完 就没想到拍了快两年才拍完 还好在台北 所以我还可以偶尔去工作 赚赚钱这样子 那那段时间 印象最深的倒不是 他们说出什么好笑的内容 而是我发现他们子女们 就是这些把父母送到养护中心的子女们 内心的纠葛 比如说他们送到养护中心 可能一个月后 家人要来这边做 对所有的照顾者做一个简报 那个简报就是说 我的父亲 我的母亲平常 生活习惯是什么 在吃饭之前是不是要喝一点汤 然后什么等等 他告诉这些到时候主要照顾者 可是我看那个女儿说着说着就哭了 她边哭边说 她觉得我为什么会坐在这边 跟你们讲我妈妈的生活习惯是什么 她说应该是我来照顾我的母亲的 可是为什么我在告诉你们怎么照顾我母亲 她就哭了 其实那一刻我突然觉得 我好像不应该急着去记录这些老人家 发生了什么事情 而是这些子女们 然后慢慢的我的故事的方向就转了一个弯 开始去派这些子女们 我那时候在派收拾 偶尔听他们在旁边听他们聊天 他们彼此之间都会问彼此 因为后来都熟了 问别的家属说 那天到了没 那天到了没 我一直以为他们讲的那天 是这些爸爸妈妈辞世 就去世的那一天 后来仔细听不是 他们讲的那天是有一天 自己的父母突然转过头来盯着你看 然后看了很久很久很久 然后开口问你说你是谁 因为对所有子女而言 这一天一定会到 而这些子女们就很努力 在这一天到来之前 努力去做一点点事情 因为他们知道自己的父母 有一天一定会忘了他们 可是他们要告诉自己 没有关系 我记得就好了 那这些就成为我们故事后来很重要 令人可能又哭又笑的一个很重要的脉络 所以我记得当时这部影片 拍完在电影院放映的时候 因为每部基督片我都觉得拍得好痛苦 因为很寂寞 然后也不知道能不能完成 所以每次在剪接的时候我都跟我剪接师说 这绝对是我最后一部纪录片 我剪接师啊我的制片都劝我导演不要啦 你要继续拍纪录片 我说不 这部绝对是我最后一部 可是每次拍完之后 在戏院放映 然后你就知道有些人被影响了 不见得是家里有失之症或阿塞莫症的家庭 我记得我在我脸书上面突然有一天有个男孩子就留言 他是一个没法师 他说他是戏院里面看的被遗忘时光 可是他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在看的过程当中 他的家人没有人得到失之症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他一直看的过程当中 妈妈的样子一直跑出来 然后就把妈妈样子压回去 因为他母子关系是很恶劣很糟的 他就压回去 可是妈妈又一直跑出来 他说看完电影之后 他整个人是瘫在那个戏院的椅子里 他站不起来 然后他只是在脸书上跟我说 他说导演 我决定这个周末 我想鼓起勇气 试着打电话给我妈妈 然后他想约妈妈出来吃一顿饭 然后他只是跟我说谢谢你这样子 我每次都觉得很烦 每次都是这种人 让我觉得说我再拍一部好了这样子 那就这样一路走过来了 哇 很棒 其实我自己看了也很感动 我觉得真的行效不能等 不能等失去你才去珍惜 其实这部电影给了很多这种东西 那另外我想谈一部 在立州生命里面很重要的一部电影 奇迹的夏天 你刚刚说你拍摄纪录片二十年了 那么奇迹夏天我没记错 应该是十年前的电影 而且立州也因为这部电影得到金马奖 最佳纪录片的肯定 而且好像这部电影也是你第一部 上院线的纪录片 所以对你来讲应该有多重的意义 所以立州可不可以谈一谈这部电影 对你现在回头看这十年 经过十年之后 回头看这段历程 你的感想是什么 哇 那感触很深 我记得因为它是第一部 要上院线的纪录片电影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还好有一些电影行销公司 电影公司来帮我忙 然后片名就取名叫奇迹的夏天 然后我一直很不喜欢这个片名 因为我觉得那年夏天根本就没有奇迹 他们一群在花莲美轮国中足球队的 国中生他们努力了三年 要去踢全国中等学校运动会的足球比赛 那这群小朋友 几乎全部都是原住民小朋友 然后大部分都是比较辛苦的家庭 所以他们原则上都住校 除了寒暑假会回家之外 那在学校受教育 然后在闲暇时间去做足球的练习 大概就讲这样一个故事 那当然那一天那一年夏天 他们提出了 他们得到亚军 那所以当片名叫奇迹的夏天的时候 我问 我觉得不应该叫什么难过的夏天 或者是失败的夏天 电影公司一定要叫奇迹的夏天 理由让我觉得不大能接受 他说理由是因为前两年 当时的前两年有一部 好莱坞电影叫奇迹的什么非常卖座 所以就一定要取名叫奇迹的夏天 我真的是很生气 我说不 绝对不 那他们就问我说 那你说要叫什么片名 我说我觉得片名应该叫做勇往直前 这片名真的还蛮熟气的 当我把勇往直前讲出来之后 我自己想了三秒钟 我说好吧 那就叫奇迹的夏天 所以那部影片就这样 就上映了 没想到获得非常好的回响 不管是在票房还是在艺术表现上 那当然这是十年前的故事 我还记得他们首应会到台北新门町来的时候 这些年轻孩子都很兴奋 那首应会 我不知道为什么有一群高中生 全部跑高中女生吧 男生都有 跑去看他们这部电影 出来的时候真的是崇拜这群足球小将 每个人都请他们签名 你看他们平常没在练签名 那字都签得写得好丑 都觉得他们应该提早练习的 可是这些孩子就整个人就非常的得意这样子 那当然他们很开心 自己的电影上映了 然后但是必须赶 那个游染车要赶回花莲 我记得车要发动离开台北之前 我冲上去拿着麦克风 我跟所有的小孩说 你们要搞清楚哦 他们刚刚那么喜欢你们一直找你们签名 不是因为你们帅哦 是因为你们在电影里面 你们为了自己的热爱 热爱的工作 热爱的足球 是这么的努力的那个样子 是很美丽很漂亮的 所以人家才这么喜欢你 所以如果 你要人家更喜欢你 甚至更尊敬你 你们就必须努力地继续踢足球踢下去 当我讲完这句话的时候 走下那个游染车的时候 我其实非常难过 因为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一直鼓励他们踢足球 不要说十年前就算现在 足球在台湾还是一个看不到未来的一个运动的单向 但是我只能这样鼓励他们 因为我不知道用什么方式 我就一直想 这十年我一直在想这件事 我是不是做了一件不对的事情 是不是踢足球跟拍纪录片很像 看不到未来那样子 所以一直到去年 去年刚好亚洲杯足球赛在台湾踢 那中华代表队跟越南要争一个代表权 那场我记得在足球场吸引了一两万观众进去看 那我也在里面 我为什么那天要去看呢 因为在其实夏天十年后 我知道在那个场上 一场足球中华队有11个选手 里面有四个是当时电影里面的小孩 其实对我而言 这个十年后的夏天真的发生奇迹 这四个孩子很努力在场上奔驰 为自己的国家 为自己球队努力 那场我们二比零输给越南队了 全场欢呼为他们加油 可是回到家里 我在FB上传讯息给他们 我跟他们说 今天晚上你们都没有输 你们战胜了自己 那所以对我而言 这个夏天 十年前夏天的确发生了奇迹 所以足球跟纪录片一样 只要努力只要坚持 就有未来 就有奇迹 或许没有办法马上看到 但是我们可以在很久很久之后可以看到那一点点的成绩 听说你最近有一部新的纪录片要上映对吗 而且听说是为了金马奖金马50年回顾所作的纪录片 因为反应太热烈 被催促着到运线做商业放映 这个片名叫做 我们的那时此刻 这是一部关于什么样的电影 好 其实简单讲这是一部关于台湾的电影的电影 那最早的确是因为金马50那一年 因为好不同意走了50年 走了半世纪 那50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半版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标记的一个时刻 所以那时候就想说文化部就找了我 当时龙英台龙部长就找我说 希望来拍一个跟金马50周年有关的一个纪录片 那当然这样的影片 很容易联想它就是在影展 或者是在一些比较学术的一个场合去播出 但是我一直很不想这么做 因为我太喜欢电影了 那我难得有机会可以去使用这50年来 这么棒的这些很重要的电影 电影它绝对不是单独存在的 电影肯定是跟我们人的庶民的生活 跟我们的社会或政治经济 饮食或者是服装等那样的流情 我的文化是息息相关的 一开始这样对我而言只是一个初步的念头 我没有办法去证明它 但是后来证明这样的思维 思考的方向是对的 我就在想非常早期的那些 比如穷瑶电影是谁在看 然后就想到我自己母亲 我母亲也是一个纺织工人 然后她在家庭及工厂的年代 我就听到我妈妈会去喷唱一些歌曲 一些当时一些流行歌曲 我就想那可能那批观众就像我母亲这些人吧 然后就找资料 就找到原来是一群女工 原来在台湾当时从农业转型成工业的过程当中 有一批从农村14岁16岁就必须放弃学业 去照顾自己的弟弟妹妹必须有一份工作 他们在加工出口去不停地工作 他们只有周末假日可以进戏院来看一部电影 所以我们就从庶民的角度来呈现这部 我们那是此刻 也非常开心 我可以一路从林坡 从梁三坡住音台开始拍 然后找到当时的一些搞电影的资料 这部纪录片不是只有电影而已 我也把台湾的整个政治社会的变化一摆进来 所以这五十年来不止这电影带我们走过 其实这五十年来也是我们一起走过的 对 我觉得这部电影事实上也找到了台湾的共同记忆 那么虽然说看的是电影 但说的是台湾 的确 这部电影搜罗了大概五十部电影 我想也许没那么多了 但很多电影 那其中哪几部电影在你成长历程 或者在创作的阶段曾经对你造成影响 在我童年时期当然最重要的是 我是一片云 但是我其实都已经忘了电影内容是什么了 但是因为妈妈一直会唱这首歌 就是我是一片云 然后每次妈妈唱那首歌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那种你应该跟你的家人 更温柔的 温柔的那种互动的那种感觉 那当然它是一部爱情电影 可是我觉得在那样一个年代 当然我觉得爱情是这个世界上最 不值得或不容易相信的东西 可是在那个年代如果连爱情都可以相信的话 那好像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以相信的了 我非常羡慕那个年代的某种单纯 那当然一直到我读大学阶段 我非常喜欢电影是《恋恋风尘》 是侯孝前导演的《恋恋风尘》 因为在这部电影我看到了生活 我看到了那种非常属于跟你有关的故事 然后当然一直到最近最近的 更多非常多的纪录片 那包含《生命》 讲《九月一大地震》的一部纪录片 它也影响我非常深 所以我喜欢电影当然非常非常多 可是我都很喜欢 也很高兴从这些电影里面去找到了 自己或你跟这个社会的存在的 等于小小的线索 对 刚刚丽卓也提到几部电影 像比如说《我是一片云》 其实那个阶段的《穹谣》的电影 《穹谣》三天电影 曾经征服了整个东南亚 所有华人的地区 在商业上取得很大的一个成功 那另外新浪潮电影 那比如刚刚说《恋恋风尘》 《童年往事》这些电影 那事实上也可以说征服全世界 因为它艺术上的成就征服全世界 所以台湾曾经有这么辉煌电影时刻 那现在你看台湾现在 还留存的电影方面的优势是什么 对台湾的电影的发展 不只是纪录片 整个电影界 你有什么样的期许 当然如果回到产业来讲的话 过去这十年 有一个很重要的声音就提到说 我们必须进到中国大陆的市场 以商业电影而言 可是我真的一直认为 中国大陆的市场只是 中国大陆的市场 我们其实应该拥抱国际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故事 推向更多 包含中国大陆之外的 更大的市场 我们必须找到一个 全世界的共通价值 成为我们电影很重要的内容 我可以举个例子 比如说像纪录片 我看过一部纪录片叫 Baby 就是孩子 它就是拍全世界四个地方的妈妈 从大肚子开始拍 拍她生出来 拍到她两岁为止 这是一部没有语言的电影 一部没有语言的纪录片 一部小baby不会讲话 可是你就会看到非洲 看到日本 看到旧金山 看到某一个国家 我有点忘记了 然后这四个国家的孩子 在面对他们的成长的环境 国家 政治 或是社经地位的差异 而这些孩子们 不一样地方是什么 但最重要的是 共同地方又是什么 那 这样的一个电影 我记得我跟那个导演 一个瑞士导演聊天的时候 他说他们可以卖到全世界 超过一百个国家 我觉得台湾电影 应该要去思考是 我们怎么去 迎向这个国际合作的南海 他肯定还在摸索阶段 可是这是一条 一定得走的路 那 如何让这些作品 被更多人看到 是你必须找到 你店里面的 那个普世价值 那今天跟立周访谈 非常开心 那也谢谢立周的时间 那希望我们共同努力 来多做一些 利用纪录片来多做一些 有益众生的事 好 谢谢立周 谢谢 谢谢 在梦录中感恩 我的心 才近四中感恩 我的信念充满虔诚 大家一起来祈祷